Hello,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 这个频道的话呢,主要是讲解YouTube的运营知识 上面的这些知识都是我们从互联网上整理挖掘出来的 YouTube即是一个社交媒体,也是一个搜索引擎 所以它承载着内容传播的作用,也具有内容检索的功能 所以今天就这两个方面 我们来挖掘一下YouTube开发客户的潜力 第一个方面,YouTube内容营销 既然YouTube是一个视频平台 那么其一要看内容本身,也就是视频内容是否优秀 其二就是要做视频的SEO 以下几个方面是需要研究的方向,标题,描述,标签和封面 视频时长 视频的时长就YouTube这个平台而言 他更喜欢长视频 因为观看时长是保证访客长时间停留在此平台的一个重要因素 虽然现在YouTube出现了新的板块YouTube Shorts 那也不过是YouTube的增强板块而已 所以,如果你的视频不是在60秒以内 为YouTube Shorts所做的竖屏内容 视频长度尽量能够保持5分钟或者更长 当然,这不能成为你把内容做拖沓冗长的原因 内容结构和价值还是应优尽优的 更新频率 更新频率如果可以日更当然最好 如果时间精力不允许 每周一更能够保证粉丝的持续关注与访问 有助于频道的发展 内容方向 如果你做视频的目的是为了带货 可以在视频中充分地展示产品的价值 产品放到实际应用场景中更显直观 使得对该产品感兴趣的访客更有代入感 干货类的行业知识分享也会把更专业 乐于钻研的一波用户给新引助 额外流量 若要额外增加视频的展现量 人为助力一把也是极好的方法 可以把视频链接分享到各个社交媒体平台 推送给及时聊天工具里的具体用户和群组 也可以通过邮件营销的方式 把内容推送给对应的邮件列表里的用户 第二个方面 搜索分析 作为仅次于谷歌的第二大搜索引擎 YouTube的视频搜索功能 也能给你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结果 具体如何才能通过YouTube搜索 挖掘到你的潜在客户呢 可以通过以下五个步骤来进行 一 确定目标客户 先计划好你打算销售哪一款产品 这款产品的受众是谁 确定以后你就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了 二 确定搜索关键词 在进行搜索之前 先列出一些关键词 通过这些关键词 可以得到尽可能多的搜索结果 三 找到相关视频 打开其中一个视频 这将是你挖掘信息 分析潜在客户的开始 哈喽 如果您觉得大脸猫的这段视频 您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 那么请订阅我们的小铃铛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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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